简报13页呢 如果老师呢 您上课的时候 想要让同学有一些这个就是有载具的话 可以互评互投 这个什么意思 这个互评 比如说同学上台报告 大家可以在下面直接评分 那你看哦 一样我把这个点开 好 点开之后你可以选择针对小组互评或个人互评 那呢 还可以排除自己评分 自己不能给自己评分 那比如说我们就挑几位老师 好 这里刚刚的几位 好 我记得的 好 我们就针对这几位老师 有没有 刚刚好 开放 你看我现在出来了 对不对 但是因为老师还没说开始评分 所以你们只会看得到 但是没办法 那个好 开放评分 这样有看到了吗 有没有一到五分 好 你就可以 那重点是老师我们刚经历完总统大选嘛 开票一定要及时统计 所以显示结果 来 哇 怎么大家都这么高的分数 有没有 这样有没有感觉有开票的效果 所以要拉票的赶快 这样了解了吗 只要老师没有关闭互评 随时可以跑票 你可以再改哦 不是按了之后就不能改哦 只要老师没有关闭互评 你随时可以改变 不然你现在改看看 有没有 数字是马上调整的哦 这样撕比较及时一点 好 下好离手了 三二一 关闭互评 有没有 这样就不能送出了 有没有 这样就不能送出了 如果你想要针对小组的也是一样 好 比如说我们各组的 好 全部选起来哦 然后排除自己的 好 play 一下 老师体验看看 来 开始互评 有没有 你现在发现的 你的画面是不是针对小组的 马上就换过来了 那每一组哦 评什么 然后能不能评自己 那你都可以像这样给他们 去做一个评分 像我之前那个线上课程 我们那个职讯的也是一段时间 就是大概300多小时 那最后可能大家报告完 我也开放一个时间就让大家互评 等于说每一组报告完了 都在线上报告 然后叫做评分 所以有没有在现场都没关系嘛 这个工具再使用就变得比较简单 这样OK 好 那既然有互评就有互头 一样的 有小组啦 有个人 好 像这个 一样 我就用小组的给大家看一下 来 你看 对 刚刚那个 户头的话 你可以选择 你看 比较特别 我可以设定每个人可以投几票 你看我们有时候在选班长嘛 或什么有时候可能会一个人两票啦 对不对 或三票 类似像这样子的 你可以指定一个人有几票 好 比如说小组互同 我给大家两票好了 好 这样啦 我用个人的啦 个人的 我们一样选几位老师出来 好 选我 我现在要选班长 对对对对 我就可以用这样子 对 这个人勾出来 对 我就把他勾出来 然后呢 你看我先开放 来 这样子 让我们开放拉票哦 那 可是这样排除本人 放了票不能排除本 好 对 那看你啊 看你啊 对对对 你可以选择要不要排除 排除 对对对 你可以选择 好 现在刘老师 文贞老师 一票 两票 有没有 这样有没有比较及时 好 而且呢 因为你看得到 好 上面也有告诉你 我可以投几票 所以你超过两票之后 他就不能再选了 有没有 就选不到了 那一样的 你今天 只要老师还没有关闭户头 大家就可以再改变 随时可以改 我们也可以利用这种方法 来 我们请一号候选人 上来发表一下 二号候选人 大家就及时投嘛 就及时反应出来 这样也可以啊 是不是多一些竞争的 或者说趣味性啊 不见得说一定就是那个 那么正式这样子 这样 ok 吗 那另外呢 其实他的快问快答 其实老师也可以用 刚刚我没有讲那么多 你看快问快答这里 好 你看哦 老师如果说 你不想要像我刚刚这样子 直接用讲 用口头讲的 我也可以把题目先设好 好 你看我在这里先引入好了 来 这一题考考各位 来 我给大家看一下 来 开放作答 请问二十四节气是根据农历 还是阳历 活历 就是阳历或阴历 这一题很奇怪 随着年龄的增长 答错的越来越多 因为国小三年级有教 哈哈哈哈 好 你看 老师有没有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谁作答 谁没作答 打购不是正确哦 只是有送出答案哦 这样了解吗 所以如果像我们这样 你就可以看到 哦 谁还没有回答 谁回答了 对不对 如果你要公布答案 可不可以 不是公布答案 就是公布大家的结果 我就把结果秀出来 看起来平分秋色 哦 阳历跟农历 既然平分秋色 那请问答案是哪一个 阳历 答案当然是阳历啊 对啊 国历啊 所以恭喜这些同学 有没有 我就可以直接给他回馈 You're the best 这些同学 请多加油 哦哦 哈哈哈哈 这样是不是就有一些互动了 也就是说这个 就是班级经理嘛 假设你有载具的话 我可以这样玩 我可以这样玩 所以像这样子 就可以多一些互动 那刚刚那个评分就会怎么样 就会进到这边来 这样老师了解了吗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欧函端教室里面还蛮好玩的 你有一些 他当然也有问答题 有没有看到这里有问答题 老师不好意思 是 这个状况假设我们现在要帮学用 序位小考 模拟这样子 然后就是你题目出来之后 那我要倒数 老师你这样操作一遍 假设刚刚那个 你要倒数哦 类似这样 5秒或10秒之类 让他们不要说 你按了 因为同学他们很快 因为目前这个 宽快导是没有倒数的功能 所以可能老师 要自己 自己去 我再找一题好了 来 我们找一题 那个 问答题 好不好 来来来来 我找这个问答题 嗯 这一题 好 这是问答题 来我先play一下 好 我这样先play 是让同学 是不是先看到题目 有没有 你现在还不能做答哦 也就是说他出题 可以是图片题 或是文字题都可以 这样理解 好 那现在呢 像刚刚教兰老师讲 他说要倒数 那我就54321 就变成自己数了 或者是你要搭配这个 倒数计时器 然后你再按开放做答 是不是也可以 这样也OK 只是说 因为我觉得这样 直接开放就好了 好来 321 1 好麻烦老师帮我找出一个 正确的成语 用写的哦 对不对 这次是问答题 好了 请帮我送出 有三位已经作答了 有没有 我们马上就看到 但是作答不代表正确嘛 所以我把结果秀出来 好我们看一下 有人说封侯拜相 顾不自封 封侯拜相 欸等等哦 封侯拜相 封侯 请问是这个侯吗 这是小时候的侯吧 对 好像不一样哦 差一点哦 哎 来来来来 三顾毛鲁 我们看一下 三顾 哪里有这个顾 好像没有 有没有 有人看错了 哎 没关系 好还有没有 好 重点来了 顾不自封这么多人 对不对 请问顾不自封的顾是哪个顾 蛤 是这个 顾直的顾 还是顾式的顾 哈哈 应该是顾直的顾吗 对啊 对啊 来我们看一下 顾不自封 你看啊 怎么会是顾直的顾呢 哈哈哈 哎呀 糟糕糟糕 哎 这样有没有体会到 我们搭配 问答题的感觉了 因为选择题 总是有猜的成分嘛 那 问答题通常就是 实力要多一点 哈哈哈 因为有些字其实 常常会写错啦 这正常 有些现在大家不常写字哦 可是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 一样的哦 你如果是哪一个答对的 比如说这位老师答对的 有没有就可以直接给他加减分 像这个只能手动让他答对 对不对 不能那个 哎对当然 问答题就没有标准答案 就没有标准答案这样子 You're the best 自动生成 You're the best 选择题可以自动生成吗 选择题 自动生成就是靠嘴巴 好 所谓的嘴巴 就是像我们刚刚第一题一样 不要打题目 也不要打选项 我就直接口头告诉你 A代表什么 B代表什么 这样是最简单的 那你也可以像这样子 事先先写好 那我要用的时候再引入 当然我还可以搭配我们的one note 一起来玩 对对对对 所以老师这样对 欧函丹教室有没有比较有感觉的 他其实欧函丹教室他没有做得很复杂 就是说老师在使用操作上是相对容易的 好但是呢 还可以蛮好玩的 那